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 文景之志的皇帝刘恒 为何将自己的霸凌 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 讲出汉文帝藏霸凌 但是霸凌在哪 没有记载 数十年的追寻 考古学家如何最终锁定 霸凌的具体位置 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 关键性的证据 考古公开课 承邀汉林考古队专家组组长 焦南风 汉林考古队队长马云林 为您讲述消失的霸凌 考古有故事文明有文度 让我们分享古老的秘密 让我们踏上发现的征程 欢迎各位来到考古公开课 首先欢迎六位学员 欢迎大家的到来 我们答一个问题 陕西的西安被称作十三朝古都 西安的东边有一块高地 名字叫白鹿园 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于它的熟悉 是来自于著名的文学家 陈忠实先生的小说白鹿园 但你们知道吗 在白鹿园上 其实埋藏着一个差不多有将近两千年的谜团 那就是传说在这块地方 埋葬着一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 而他的陵墓却没有封土 就这样被掩盖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 那关于它 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西汉是继秦王朝之后 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自公元前2002年 汉高祖刘邦建国 至公元8年王莽代汉 前后200余年间 共有11位皇帝建造了雄伟的帝陵 他们的陵墓高耸在大地之上 以帝陵的名义穿越历史直到今天 然而考古工作者在勘察后却发现 11位皇帝却只有10座封土少了一座 消失不见的是西汉第三位皇帝 汉文帝刘衡的霸凌 汉文帝刘衡的一生充满传奇 一连串的偶然与必然成就了他非凡的功绩 文景之志更是中国历史上 屈指可数的盛世华章 然而这样一位成就斐然的皇帝 却将自己的陵景隐藏进重重迷雾之中 司马迁的史记虽然记载霸凌在白鹿园 可这片西安境内最大的黄土台园 足足有200多平方千米 一寸一寸的帆长显然不可能 没有风土 没有标记 消失的霸凌究竟该从何处寻找呢 汉文帝霸凌在文献当中虽然有记载 但是汉文帝的霸凌究竟在哪里呢 这是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之谜 可是接下来我要请大家看一看 大屏幕上将会出现关键词 我们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做一次历史的侦探 看看这样的线索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东方艺术拍卖会 豆皇后墓被盗 六件黑色裸体陶涌 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 还有陕西西安的白鹿园 谁来尝试这给我一个答案 在白鹿园附近豆皇后墓被盗 被盗的六件黑色裸体陶涌 出现在美国纽约的东方艺术品拍卖会上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第二个问题是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线索 和汉文帝霸凌之间是什么关系 谁知道 我觉得豆皇后墓是属于汉文帝霸凌 汉文帝叫什么名字 刘恒 刘恒和豆皇后是什么关系 夫妻关系 所以你认为既然皇后的墓都出土了 那么 汉文帝霸凌的位置 应该是与豆皇后位置相近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第一位主讲嘉宾 是原西汉地灵考古队领队 汉灵考古专家组组长焦南风老师 欢迎焦老师 欢迎您 您在下面听感觉我们的学员还是很厉害吧 第一个发言很踊跃 第二个他们根据已经提供的线索 对我们要得的结论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推测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焦老师呢 陕一省考古研究所的原所长 他曾经担任过秦汉研究室的主任 而且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 你到西安去坐飞机 一定要经过的那个汉阳陵 汉景地阳陵考古队的队长 所以我们再次掌声送给焦老师 那如果我们用一个考古学的观点 来看这个线索 请您为我们串联一下这个线索更细节的表达 中间的这个图片呢 是六件黑色的裸体陶涌 在美国这个拍卖会上的照片 从这六件黑色的陶涌我们能看出来 它是西汉时期的 它应该出土在陕西的关中地区 它的主人应该是皇帝或者皇后级别的墓主 这是我们首先能够看出来的几个 你看没有穿衣服 没有胳膊 黑乎乎的陶涌 一下就能解读出来这么多信息 您先帮我们串联一下 指向汉文帝霸凌的正确线索是什么 这批黑色的陶涌 不幸的被一些盗墓贼 从白鹿园上的 窦皇后陵附近盗绝 盗绝以后辗转的流到了美国 在美国的拍卖会上准备拍卖 然后中国的爱国华侨和我们的大使馆 发现以后阻拦了这次拍卖 2002年当时在拍卖会上面 这个新闻也是震惊了世界 当时我看到有报道说 这六件陶涌一惊问世 当时有很多人都纷纷地想去把它拍回来 因为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人见过黑色的陶涌 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首先教老师回答一下 为什么这六具陶涌会是黑色的 他们的胳膊去了哪儿 为什么他们没有穿衣服 当时拿到这批黑涌的时候 我们陕西的考古工作者 看到这个也觉得很惊奇 因为在此之前 西汉有没有穿衣服的陶涌 我们早期把它叫做裸体陶涌 后来根据研究 把它叫做着衣式陶涌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黑颜色的陶涌 我说的没见过是指的西汉 拿到这个照片 后来经过公安局的同志的调查 陕西省文保中心的专家 它对这批陶涌上面的东西进行了检测 发现这些黑色的颜色 大部分是火烧以后的烟台 是被烧或者被熏成了黑色 也就是说是在大火烧了以后 浓烟滚滚 然后把这批陶涌最后就熏成黑色 就使得它呈现出来了一种迥然的艺术风格 不正常的一种颜色 那陶涌的衣服 冠饰 这些东西呢 全部是随着它的躯干一起雕塑 磨制成型的 就是整个的装具 整个的 都是被表现出来的 整个都表现出来的 这一类的陶涌 它是琴的风格 那汉代呢 汉除又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陶涌 就是说它制作成了裸体的陶涌 有腿 没有胳膊 不穿衣服 然后呢 它在胳膊的位置上 安装上木制的胳膊 在这个裸体的陶涌上面 在身着麻制的或者丝制的衣物 我们把这一类陶涌呢 叫做卓衣式陶涌 经过汉阳林的考古发掘 证明了这个卓衣式陶涌 在当时它更加精美 制作过程更加复杂 它是更高等级的陪葬品 所以西汉的尤其是高等级墓葬 打开以后这个非常的壮观 对 非常壮观 包括我们看到汉阳林博物院 比如说你到西安的咸阳博物院 去看有大量的陈列 我们有两个问题 大家积极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 陶涌熏成了黑色 那么原始的涌的样子 有没有彩绘 认为有彩绘的请举手 有两位同学认为有彩绘 好 第二个 认为是男性的请举手 好 两个问题 有没有彩绘 到底它的性别是什么 第一个 这个有彩绘是正确的 因为虽然它是裸体的 但是它在制作的时候 它还要把这个辐色的颜色要体现出来 所以陶涌制成的第一遍 它要先上一点色彩 上了色彩烘干以后再穿衣服 这是关于色彩问题 再一个是性别问题 刚才说是男性 你们的答案对了33% 33% 33% 西汉目前发现的这个裸体陶涌呢 在汉阳岭里我们发现了有男性 有女性 还有太监勇 我说33%不太准确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儿把太监勇也作为第三个性别 作为一个独立的 独立的 汉文帝霸凌在历史上消失了将近2000年 为什么这样的线索可以让考古学家笃定 埋葬在这里的就是大名鼎鼎的 开创了文景之志的汉文帝流行 那么在考古的背后又经历过怎样的波折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请焦老师 从六句陶涌回家开始说起 我们把掌声送给焦老师 谢谢 有请 2003年的大概是6月份 美国方面呢 审定了我们给他提供的种种资料 了解了一些这个木出土的东西 这批东西呢 终于呢 回到了中国 回到了陕西 在这个过程中呢 中国的文物工作者 考古学家 中国的公安站线上的很多公安干警 还有我们外交战线上的外交人员 决力 团结一致 就是经过种种的努力 拿回了这批东西 在这次塑培的过程中呢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呢 我参加了一开始的工作 在2002年 我接到了陕西省文物局 当时文物局刘局长的电话 刘云辉局长说 老焦给你拍个活 这批陶勇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要回来 美国的索斯比拍卖行呢 的专家提出了11个问题 希望你呢 很快把这11个问题回答了 这11个问题呢 主要是针对着这些陶勇的 也说第一 这个陶勇是什么时代的 它出土于什么地方 叫什么名称 为什么颜色是黑的 等等11个问题 当时根据我们 汉阳林的考古研究成果 根据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从西北大学 考古专业毕业了20年了 根据我这20年的考古工作 我就逐一地回答了 这11个问题 这个问题回答以后送到美国 美国索斯比拍卖行 然后又说再补充一个文件 就是回答这11个问题的人 叫什么名字 学历是什么 搞什么研究的 后来我先写了一个自己的简历 业务简历 然后呢 陕西省文物局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又加盖了公章 证实了我的身份 我们为什么说这批陶俑呢 出土于白鹿园 而这批陶俑所出土的这个墓葬 就是汉文的霸林呢 首先是我们从原有的考古资料 发现所有的这种裸体式的 我们叫做卓一式陶俑 出土的地点在全国 除了关中地区的西汉地陵以外 只有在河南的永城的梁王林里面出现 也就是说它的级别是非常高的 它只可能出土在西汉地陵级别 或者个别略低的王级的墓里面出土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标准 第二个 我们和公安的同志一起 开始在有可能出现 卓一式陶俑的咸阳园上 白鹿园上 少林园上 去现场去查查 寻找这些墓葬 有没有被盗的迹象 经过西安市文武大队 和陕西省公安厅的同志调查 就在白鹿园上的 窦皇后陵西侧 大约800米的地方 发现了稻洞 然后这个稻洞的附近 还残留有打碎的陶俑的残片 还有打碎的石庆的残片 因为这个稻洞的距离 窦皇后陵是800米 从这800米 我们可以掌握 它不是窦皇后陵的外藏坑 因为我们早先的考古资料 要证明西汉的地陵 比如汉景帝杨陵 杨陵的地陵和杨陵的后陵 间距是500米 它的小陵园的边长是418米 也就是说 从它的距离来看 它不是窦皇后陵出土的 但是它肯定与窦皇后陵有关 这样提示我们的一个新问题 它既然不是窦皇后陵出的 但是这个地方 下面又有道洞 有陶涌 给我们一个什么新的提示 就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墓 这批涌是另外一个墓葬的 陪葬坑里出土的 所以在这批陶涌拿回来以后 我们先试考古院的同志 和我们陕西省考古院的同志 后来陆续在那里做工作 然后考古勘探发现了一座大型的 规模还大于窦皇后陵的一座墓葬 虽然它没有封出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考古研究的既定成果 总结出了这批陶涌的出土地 回答了美国方面要求的问题 为追索这批陶涌奠定了资料机制 经过文物系统公安战线还有外交系统 这个同志们的团结一致的努力 2003年的6月17号 在美国东部时间的下午3点 中国西汉文物的交接议事 是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举行 美国方面的正式把这6件西汉陶涌 还给了中国交给了中国大使 第二天这批陶涌就要启程回国 这个时候立当时的拍卖会 已经过去了一年零三个月时间 这就是这个陶涌追索的过程中 我作为一个一般的考古工作者 所做的工作 好 谢谢焦老师带来的精彩解读 我们接下来看看六位学员 有什么话题想和老师来交流的 焦老师 就是您刚才说到 霸凌是没有封土的 那我想问说 它没有封土 仅仅就是为了防盗吗 有没有什么深刻的一些含义在里面 我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这个问题呢 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史学家 一直讨论的问题 从史记和汉书记载的 汉文帝的本人的生平来讲 这一次他的墓葬呢 没有封土 应该是他自己 总结了秦王朝很快被推翻的 历史教训以后 在汉初实行的所谓 与民生息的政治主张有关 他呢没有封土 减少了大量的陵墓工程 他把那个陵墓封土修得再高大 也会有人来盗绝的 所以应该来说 这是汉文帝自己对于陵墓结葬的一个政治选择 其实在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之后 经历了汉代的早期的这个整个政治经济环境的发展 所以其实也是体现了汉文帝流氓本身 他从民间来的这个特殊的一个生命经历 对 一种政治主张 还有哪位同学 焦老师您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这个汉文帝的陵墓呢 它为什么叫霸陵呢 这个霸字呢 它有什么出处或者说故事吗 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谢谢 这个文献里边有比较清晰的记载 在霸陵的白鹿园的北端 南下边有一条河 现在呢叫做霸河或者霸水 在春秋的时候 这条河叫滋水 秦人那个时候不是活动在关中地区吗 这个时候秦木公称霸了 然后呢他为了纪念它这个作为五霸之一 他把这条河改为霸水 后来到汉文帝修灵的时候呢 以水为名 然后把这个灵叫做霸灵 不过就是这个霸灵呢 没有三点水 霸河的霸水呢 用的是有三点水的霸 好 谢谢大家 来 我们再次掌声送给焦老师 谢谢 谢谢 在刚才焦老师的讲述当中啊 也留下了一个新的线索 那就是六件黑色的裸体陶俑 其实并不能够直接指向霸灵的真实的位置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位主讲嘉宾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汉林考古队队长 让我们欢迎马永莹老师 欢迎 好 马老师您好 欢迎您 最好 谢谢 焦老师是上一任的队长 马老师是这一任的队长 其实也看得出来 这个考古工作也是一代一代的考古人 不断地接续在努力 这里边也是一种传承 如果说到您这儿为止 最终在您的带领之下 在所有工作人员共同的努力之下 终于确认了这座规模庞大的地灵 就是汉文帝霸灵 那整个这个时间跨度 大概经历了多少呢 这个要说的话 就是从最早开始 咱们做这个考古 霸灵的考古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的时候 刘青柱先生 李玉芳先生 他们做那个地面的这个文物的这个调查 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话 那几乎都是快这个50年了 快50年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是经过了几代考古工作者 数十年的努力 真的是数十年的努力 我们来说说在历史上 对于霸灵的这个寻找吧 因为好像一直淹没在了文献记载 和历史的沉淹当中 对 这个要说的话 其实我们讲的话 就是汉文帝的霸灵 为什么找不见了 这个主要责任在哪呢 主要责任在汉文帝身上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汉文帝是中国古代的一代明君 这个汉文帝呢 自己一生这个提倡节俭 而且呢 自己临终的时候要求博葬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措施就是 史记里边记载 他的遗诏原文说是霸灵山川阴旗固 无有所改 就是霸灵原来的地貌什么样子 就什么样子 不要给我修一个人工的假山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典型的西汉地灵地面上都有 体量非常高大的一个风土 经过我们现在这个调查勘测之后呢 发现那个风土呢 一般都在三十米左右 体量非常大 他呢要求说是霸灵山川阴旗固 就是原来是地貌啥样就啥样 不要修风土 西汉在的时候 包括东汉的时候 尽管他的都城迁到了洛阳 但是汉文帝是他们的先人 而且被奉为汉家太宗 所以说他的陵园呢 会有专门的管理机关来管理 据这个比较晚的一个文献呢 就《关中记》记载呢 说当时西汉地灵的陵园里边 这个管理人员 还有包括一些隋灵的嫔妃啥的 有五千多人 就是一个陵园里边有这么多人 所以呢 他没有风土 问题不大 东汉西汉的时候 他的陵园 陵墓 绝对不会搞错 所以就是说 汉文帝并不是从一开始 想跟大家捉迷藏 对 那么至晚到什么时候 就已经开始 我们不知道了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三国之后 天下已经一主了 不再是刘家的天下 这个时候呢 对他陵园的管理 肯定没有两汉时期上心了 特别是战乱年代 你像三国未尽的时候 战乱年代 那就没人管 因为活人都顾不上了 对不对 那都打仗去了 所以说呢 陵墓呢就没人管 实际上要说的话 就是文献记载很有意思 就是在这个 两汉时期 包括西汉当时司马迁 写史记的时候 讲出汉文帝藏霸凌 但是霸凌在哪儿 没有记载 东汉的时候 班固呢 专门修汉书 记载西汉的历史 也讲了汉文帝藏霸凌 但是没有说这个霸凌具体 没有具体的地理位置 后来最早可以霸凌一个位置的 是什么时间呢 是南北朝的时候 著名的地理学家黎道元 我们都知道 黎道元写水晶著的时候 他是实际考察的 他不是从书本到书本 他要去调 就是咱们现在讲的 要实际去调研的 他当时写这个 记载霸凌的时候 他讲到说是 霸水西岸 有白露园 汉文帝藏其上 你注意这个词 他当时说的是 汉文帝藏其上 就藏在白露园上面 这个呢 我推测是啥呢 因为黎道元那个时代 离东汉灭亡只有300多年 所以当时 他的陵园里边那些建筑呢 又非常宏伟 倒塌之后呢 他有遗址 我是推测呢 黎道元应该能看到那些移植 所以他很清楚地记载 说是在白露园上面 后来唐宋时期呢 这些历史地理学家 也延续黎道元的这样的说法 但是白露园面积那么大 具体在哪 对啊 白露园呢 是秦岭余迈延续下来的一个黄土太园 是我们西安周边最高的一个黄土太园 最大的一个黄土太园 一直延续到产河东岸 面积非常大 你这个汉文帝的陵呢 在上面就是一个点 到底在哪不知道啊 但是呢 当时就没有具体的地址 很奇怪的是 到这个汉朝灭亡一千多年之后 元代初年的时候 我们长安当地的有一个学者 叫洛天湘 洛天湘呢 他写了一本书 叫《内编长安字》 他呢 这个有感于长安的史迹呢 都是汉唐的 到了元代的时候 这个时间太久远了 好多史迹已经搞不清楚了 他为了这个便于游览的人呢 能够搞清楚这个具体的遗址 他编了一本这样的书 这个书里边 给了霸凌一个具体位 怎么说 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说是汉文帝霸凌 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 白鹿远北凤凰嘴下 这是那个《内编长安字》的原话 这个就感觉好像有了一个 坐标一样非常的详细 非常具体 他说的非常具体 而这个凤凰嘴是个什么所在呢 实际上凤凰嘴呢 是白鹿远到了西端之后 就是它的东侧 面向霸河的这个位置呢 延续的一个黄土梁子 如果你俯瞰的话 就是凤凰嘴这个梁子呢 是比较长的一个 再加上后边的圆 它很像一个展翅高飞的一个鸟 大鸟 凤凰嘴这个位置呢 就是鸟的头部和嘴部 所以说当地人叫凤凰嘴 这个很有意思的是 你从那个圆上边往下看 那个黄土梁子颇式很快 中间有一条阳长小道 当地农民呢 把自行车都推上来 为啥 我举这个例子 你就可见它颇式很快 没有什么气势 但是问题是 但是你如果绕到底下 霸和谷地再往上观察 那是孤风起锁 齐俊一场 我们之前看的那些霸凌的外景 就是在地下拍的 你如果从正面拍的话 它真的非常像著名的 唐代阴山为陵的地陵 像这个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 他就是依托九宗山 一个秀美的这个小山峰 像那个唐高宗 和武则天合葬的这个乾陵 他真的外貌非常跟那个像 当然汉文帝自己没有讲 说他要阴山为陵 这是后边的学者总结的 说汉文帝既然没有什么 要阴其故啊 阴这个原貌 那参照这个内边长安志的记载 是怎么说的 这个内边长安志呢 就认为说是 汉文帝呢 说是就葬在凤凰嘴下 他说的还非常明白 葬在凤凰嘴下 那就是找到凤凰嘴 不就找到汉文帝 对啊 实际上按文献记载 就这么简单 因为坐天香 虽然离汉代一千多年了 但是它比咱现在 要早七百多年了 早七百多年 中国的文献呢 在传承过程中 有很多文献散一调 这个也不排除 他当时能够看到 一些非常珍贵的危险 后来传承的时候散一了 咱们现在看不到了 那再往后呢 还有什么记录呢 再往后的时候 你比方说 当时这个当地的这个县制 咸宁县制 记载的时候 也延续洛天香的时候 嗯 说是在这个凤凰嘴 特别是到了这个 清代初年的时候 乾隆年间 这个著名的一个 京史学者呢 碧元 那个碧元呢 曾经在陕西做过 陕西巡抚 对 其实碧元对我们陕西的 这个文武保护可以说 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陕西有很多的 著名的历史景观 都是碧元做巡抚的时候 提的字 对 这个也很像他的字 对 是 这个碧子就是他立的 就是他立的 他当时呢也是有感于 陕西的史迹 都是汉唐时代的 到那个时候 好多史迹淹没了 搞不清楚谁谁的 他呢 经过自己的考证呢 就提起 我这个经过考证以后 认为这个 封皇罪 确实是霸凌 他就提了这么一个字 而且只是当地的 这个地方官呢 就在这立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实位 写的就是 汉文帝霸凌 从此之后呢 这儿几乎就成了定案了 就是后世呢 一直就认为 汉文帝令就在这儿 但是这个线索说明 历朝历代 都是在这个地方 祭祀所谓的霸凌 或者汉文帝 那说明这个霸凌 没有消失啊 是啊 就是当时 就是至少明清时期 甚至我们可以说 就是洛田江 那个时代往后呢 就是他们都认为 汉文帝就葬在这儿 但是我们这里面 就很好奇了 既然历朝历代文献的记录 包括这些石碑当中 记载说 证据 证实这个地方 就是汉文帝的霸凌 那我们为什么又说 它消失了 考古工作者 要实证的 那个目标是什么 你们要找的答案是什么 到了2011年的时候呢 就开始做霸凌 开始做霸凌的时候 说实话 那个时候 我们都没有怀疑凤凰罪 没有目标 因为有文献记载 所以说我们当时呢 就没多想 那既然做霸凌 那当然要 先从汉文帝的陵目 核心区开始做 我们当时呢 组织了五六十号探户 这个庞大的队伍 记录说 汉文帝霸凌就在凤凰罪 可是为什么 到了今天一找 他又不在凤凰罪 汉文帝的霸凌 究竟在不在凤凰罪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 像绕口令一样的问题 我们把舞台和时间 就留给马老师好吗 来 掌声送给马老师 实际上 当时出现这种情况 我也很吃惊 这个有文献记载 有很多传承的文献记载 有实微证明 对不对 包括咱们新中国 一些考古工作者 调查什么基础 都是以那儿为霸凌的 但是勘探之后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呢 当时因为那个时候 领背是焦南风焦老师 我们就一块商量 最后当时这个怀疑呢 是不是我们这个勘探的时候呢 这个布孔呢 这个间距有点大 汉文帝解简皇帝嘛 他要求墓葬 可能比较小 是不是把它漏了 所以当时我们商量到最后呢 说是我们再转一次 而且这一次 把弹孔的密度弄密度 这个布的密度 我们后来呢又转一次 结果还是一无所谓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当时就考虑 哎呀 这个是不是这个汉文帝呢 这个陵墓呢比较特殊 它没有按照 就是通常一般的这种 西汉地灵的藏制来埋葬 是不是我们这个传统呢 这种考虑工作方式 勘探方式 对这个陵墓呢 也不起作用了 不灵验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后来啊 在17年继续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又专门请了 我们陕西地矿集团的 这个碳矿的这个专家 他们呢 运来了高科技的碳矿的设备 我记得呢 当时有这个 什么地波仪 也叫什么碳地雷达 这种东西 先拿这个呢 碳了一遍 最后呢 没有发现 后来又用了什么呢 高密度电阻法 这个呢 刚好跟那个碳地雷达 能够补充 最后也没有结果 后来还不死心 他们又用侧冬仪 这个冬呢 是一种惰性元素啊 这个原理是啥呢 就是人工扰洞的土壤 和没有扰洞的 我们叫生土 它的那个冬元素的含量 是不一样的啊 经过这些这个探测之后 都没有发现 实际上 凤凰嘴呢 就是说是 我们传统的这个 洛阳铲打孔的方式 探了两次啊 然后高科技的这个设备呢 探了三次啊 就是多次勘探 一无所获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来 回过头来来说的话 凤凰嘴的工作一无所获 实际上就是最大的发现 为啥呢 就是我们至少经过咱们 嚴格的这种程序啊 考古的程序呢 包括高科技的应用呢 我们排除了凤凰嘴 有领悟的这种可能 就是说明它这个记载是有问题的 一无所获到最终确定 汉文第80 我想这其中真的是有点像做刑侦呢 历史的侦探一样 那么接下来的线索 或者说接下来突破口 是如何来寻找的呢 既然那儿没有陵墓 所以我们的思路呢 就开始转到了 窦皇后陵的身上 为什么要去转向窦皇后陵 因为西汉当时的这个皇帝皇后的藏制呢 是夫妻俩同营一穴 那个营呢是坟营的营 就是夫妻俩埋在一块墓地里边 但是呢不在一个坟头底下 不在一个墓穴里边 一人修一个墓穴 是这样的一个藏制 而当时西汉十一个皇帝呢 只有汉文帝葬在了 长安城东南的白鹿园上 而窦皇后呢 又是按照典型的西汉帝陵的藏制埋葬的 地下有很深的墓穴 地上有一个像小山一样的高达的风土 窦皇后陵呢 人家地面上就有非常高达的风土 所以2000年来窦皇后陵始步 咱们从已知推未知 结合她当时的藏制 汉文帝陵呢 应该离她的陵不远 再一个呢 还有汉文帝的母亲 伯太后 因为当时文献记载 伯太后葬南陵呢 葬在南陵的主要原因就是 晋孝文帝霸陵 她就是葬在南陵呢 就是为了 与她儿子的霸陵呢 比较靠近一点 所以说呢 汉文帝的陵 应该离伯太后的那个陵 也不是很远 所以这个工作怎么做的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当时呢 真的是就从凤凰祖 遗失 我们叫遗失这个窦皇后陵 以窦皇后陵为中心 往外围扩展 而这个时候呢 恰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就是在此之前 因为窦皇后陵的西侧 距离非常近的位置出现了盗墓 西安市考古所呢 在那又钻出了一个 规模非常大的汉墓 嗯 从距离来讲啊 从这个规模 包括形制来讲呢 级别都非常高啊 而且呢 时代来看的话 是西汉的一个墓葬 距离 距离的话 就是从墓葬中心算的话 它距离窦皇后陵只有800 如果说是从陵园来算的话 距离就更近啊 这个距离非常近啊 比凤凰嘴要近的多啊 凤凰嘴那2000多米 也就是相当于说 这俩是邻居 对 怨墙说不定挨着呢 对 所以这个消息 会不会让您当时心里边 有些若有所思 这个实际上说实话 不仅仅是若有所思了 嗯 那就是觉得非常的重要啊 嗯 也可以说 这是抱着非常大的希望啊 嗯 汉书记载就是在汉平地 西汉末年的时候 他有一次人口普查 接近6000万人啊 我们讲呢 这儿发现了一座汉墓 那6000万人 理论上讲 是不是都有可能是墓主啊 咱且不说全国6000万人 你至少长安城住的20多万人 包括当时这个霸凌和南陵 他们都建着有守陵的县城 对 你一个县城住了十几万人 0亿 0亿啊 这个南陵亿和霸凌亿的居民 这20万人 都有可能是墓主 是不是 从理论上讲 你在他附近发现了一个汉墓 是不是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最后怎么样 一步一步推倒到汉文帝身上呢 这个就就跟那个公安破案一样啊 就是我们讲呢 首先经过复合之后 我们发现那个墓葬呢 是4条墓葬 鸭子形的啊 在当时这种墓葬 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啊 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当时的皇帝皇后呢 就是我们讲的西汉 11个这个皇帝 相应的有11个皇后22个人啊 再加上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太上皇呀 还有汉文帝的母亲伯太后 就是他们没有当过皇帝皇后 但是后来因为儿子又出席啊 当了皇帝 给他的父母呢 给了一个皇帝皇后地位的人 加起来不超过30啊 就是因为这个墓葬形制和规模 因为墓葬形制是鸭子形的 然后墓葬规模又超大 怎么个超大法呢 就是他的墓道呢 东西墓道加起来250多米 南北146 这个墓葬规模啊 是非常大的一个墓 当时起名字叫什么呢 这个墓呢 因为在陕西省西安市坝桥区 第一站街道办江村的地域范围 我们考古上呢 有一个命名的方法 就是如果发现一个无主的这个墓葬 或者遗址 我们以当地最小的行政单位来命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归江村地界啊 江村就在旁边 所以我们当时叫江村大墓啊 因为墓葬非常大 所以叫江村大墓 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我们现在的线索啊 从凤凰嘴里的一无所获 到找到 窦皇后 国太后和 汉文帝 刘鹏之间的关系划定范围 再到出现一个巨大规模的 帝王级的江村大墓 如果再接着下来这个线索 我们要向哪个方向去寻找呢 再来说说看 有请 他会不会有一些证明他身份的一些 比如说印章或者是碑文的那种资料 就是考古会发现的话 可能会进一步确定吧 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线索 有没有 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 说实话 这就是所谓的考古上的直接证据 如果说咱们在霸凌 不管考古调查 勘探还是发掘 如果发掘出了一个什么孝文圆寝 或者是文帝灵什么什么之类的 甚至包括一个霸凌这样带 这个霸凌的瓦当的这个文字性的东西 这一下去解决问题了 但是非常稀罕 咱们呢做了这个如果从11年算的话 这个这个是十多年 从调查勘探到发掘 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出现这样的直接证据 没有 那怎么办 其他的灵有吗 其他的灵 你比如说汉景帝杨陵 当年我们做杨陵的时候 我们在杨陵陵园里边 调查的时候 很偶然地就发现了一个瓦片 那个瓦片非常不起眼 很小 但是瓦片上面有一个戳印 戳印呢有三个字 杨陵 底下那个字到现在都没认出来 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它有杨陵两个字 在杨陵的陵园里边 它的建筑上面的瓦片掉下来 另外一个 我们在杨陵东侧 发掘杨陵翼的时候 出现了杨陵精香 杨陵精致这样的瓦当 这都是直接的 但是霸凌的很遗憾 到现在没有这样的 没有 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你来说 老师好 我觉得可以用排除法 就是根据文献当中 记载使用亚字形大墓的皇帝的名单 然后还有皇后 太后 把他们划掉 然后就剩下的就缩小这个范围 你这是考试答题 但是在考古学上 用排除法 只能是让我们去接近目标 能下结论吗 如果排除法的话 这个同学说的 当然也是一种途径 一种比较好的 就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这也是一种办法 实际上要说排除法 也能排除 但是正像主持人说的 你这种呢 它毕竟还是不能最后下非常确定的阶段 你这种排除法呢 就像你刚才讲的 这个级别是天子级别的 又在白露园上 那是汉文帝的 但是你这个 你只能说可能是汉文帝 我们最后怎么能说 它就是汉文帝的 这个非常重要 那您快跟我们讲讲 这个呢 后来又有一个什么关键证据呢 我们在陵墓外围发现了一百多座外藏坑 外藏坑呢 围着这个陵墓呢 转了一圈 而这个外藏坑呢 我们经过发掘之后 就是刚才这个同学讲的 是不是咱们发掘的时候 会有直接证据 外藏坑没有出直接证据 但是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间接证据 出了啥呢 外藏坑里边出了观印 这个非常重要 观印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过去的时候 最早我们认为 皇帝陵墓外边的外藏坑 当然这个坑呢 就是我给大家长个知识 就是考古上面叫什么 陪藏坑 外藏坑 隋藏坑 还有叫隋藏坑 从藏坑 甚至叫什么兵马俑坑 器物坑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 是啥呢 大家注意看 就是主墓室之外呢 一圈的这个坑呢 我们现在叫外藏坑 为什么叫外藏坑呢 是因为当时 人家把主墓室叫正藏 正藏之外埋藏陪藏品的这些坑呢 它叫外藏果 就是那个坑啊 就是里边咱们现在看到 陪藏大量的文物 其实当时并不是把文物 直接埋在土里的 而是坑底下有一个大木箱子 那大木箱子 古代不是就叫果吗 那果就是棺材外土套的大木箱子嘛 所以它叫外藏果 而现在呢 因为咱黄土高原 半干半湿的一个地下环境呢 这些木土 木箱子全腐朽了 它就是一个坑的现状 所以说我们叫外藏坑啊 当然这个名字呢 我这个有点小自豪 这个名字是我起的 我觉得比较科学啊 就是你叫什么 培藏坑啥的 我觉得这是延续古人的叫 古边上是什么 发掘的那个碳沟里边呢 那些石头呢 实际上就是 违和这个江村大木 周围的石碑界啊 它实际上是陵园的标示啊 当然这个呢 也是一个间接的证据 为什么这样讲呢 当时我们发现呢 就是江村大木 它没有像夯土夯的 这样的陵园墙啊 因为其他西汉地形的陵园墙 都是夯土夯起来的 夯土高原上不缺土啊 所以说都是夯起来的 但是汉文帝这呢 它没有这样的陵园墙 但是我们后来呢 在外藏坑的外围呢 发现有很多的 10到20公分的核卵石啊 这个核卵石呢 经过钻探之后呢 很有规律啊 当时一般宽度呢 是1米5啊 我们顺着这个追着找呢 发现就是它四面 是一个方的 每一边的边长呢 是423米 而当时我们之前 做的汉井地的陵园呢 它当然是夯墙了 对吧 汉井地的陵园是418米 然后呢 那汉武帝的是430米 这个陵园的这个边长呢 刚好介于井地和武帝之间啊 就是它的规模呢 也是当时皇帝陵园的规模啊 另外一个 在这个石头啊 铺的这个石头 我们叫石威界啊 我们自己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石威界 在这个石威界的外围 正中的位置 就是跟那个皇帝陵墓 墓道啊 对着的这个位置呢 外边呢 有门阙啊 这些呢 都是西汉地陵的藏识啊 规矩 这都是确定江村大墓 是汉文帝霸凌的一些证据 外藏坑里都发现了什么 结果外藏坑里边呢 首先有大量的陶俑 每一个外藏坑都有大量的陶俑啊 我们这个曾经在江村大墓 东北角发掘的一座坑呢 那个坑呢 七十多米长 里边有一千多件陶俑 排的整整齐齐秘密 这些陶俑呢 特别是前边的陶俑啊 身上呢有印章 当然这些陶俑呢 后来因为这个外藏果呢 垮塌的时候 坑垮塌的时候 都倒了 就是乱七八糟的 倒在这个坑里边 但是当年呢 他们是穿着衣服 整整齐齐的 站在那儿呢 背着印章啊 这个印章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们大屏幕上这些吗 对对对 你看这是当时勇的形态啊 勇的身子底下呢 有个印章 这就说明当时在他身上背着呢 后边这个呢 就是当时发现的印章 当然这个印章呢 体型非常小啊 只有指甲盖大啊 它是三分之一缩小 因为陶俑是按三分之一缩小 因为汉代真实的实用的印章 也只有2.3厘米 它叫方寸之印啊 就是当时汉代一尺是23厘米 它一寸就2.3厘米 一缩小可不就指甲盖大小 但是这个东西非常小 意义非常大啊 价值非常大 为啥呢 对我们认识外藏坑的价值 身而判断这个陵墓 就是汉文的陵呢 有非常重要的介绍 你想想 在古代资讯不发达的情况下 那官印就是官处机构的象征 官员权利的来源 古代的官员 那印章是背在身上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当时呢出现了这样的东西之后 我刚才讲 我们之前认为 这些外藏坑呢 可能就是给皇帝 陪葬生活用品的坑 因为皇帝嘛 生活比较奢侈 那牧室呢有限 所以外边有很多 但实际上 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坑并不简单 它有政治文化象征 它象征的是地下官属机构 皇帝通过这些外藏坑呢 营造了一个地下王朝 你想想 汉代当时的官属机构是啥呢 三公九卿嘛 在这个陵墓的外围 一圈围着官属机构 三公九卿 那你中间这个墓主是谁啊 只能是领导三公九卿 就是从这一点来看的话 中间的这个墓主 连皇后都不是 连那个所谓的 曾经没当过皇帝皇后 最后给了一个地位的人都不是了 就把这个墓主限定在了十一个人 就是当时七汉的十一个皇帝 我们把墓主呢 又一下子又缩到十一个人 那从十一再到一 是 怎么到一的 这个非常关键 不管怎么讲 我们讲呢 你这还有十一个人 怎么到一的 这个非常关键 就是说呢 当时呢 实际上当时我们这个新闻呢 在21年新闻公布的时候 媒体也很关注 说咱们霸凌呢 做了十多年了 而且最早发现 这么一个墓葬行之规模的墓 大家心里边都觉得皇帝陵墓 但是为什么 我们21年底才公布新闻 我当时就告诉他们 就刚才咱们这个同学提的问题 实际上呢 就是咱们毕竟是把一代民军的灵物位置 给它颠覆性的重新来判断 对吧 当时呢 国家公共局要求 那考古毕竟是没有科学嘛 对吧 咱必须要有科学的证据 最好有直接证据 就是咱们同学刚才提的 有文字性的证据 这样子最好 但是很遗憾 没有 但是21年底为啥能公布呢 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证据 你注意 我的用词 没有直接证据 但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证据 这个证据是啥呢 在窦皇后陵和江村大墓外围 我们通过勘探视觉的手段 发现了一道更大范围的陵园墙 将这两座陵墓围在了一起 围合在了一起 为什么讲发现的这个大陵园墙 是关键性证据呢 这个就与我前边提到的西汉 帝后和藏的藏制有关系 他们当时和藏的藏制 是什么藏制呢 同盈一穴 夫妻俩是同盈一穴 江村大墓和窦皇陵 显然是两座陵墓 然后呢 又围在一个大陵园里边 你都在一个大陵园里边了 是不是同盈 这是典型的西汉 帝后和藏的藏制的一个反应 我刚才讲 窦皇后陵呢 两千年来史无疑 跟她合葬在一个陵园里边 同盈一穴合葬的这个人 不是她丈夫是谁 咱开句玩笑说 如果不是她丈夫 那窦皇后个人的操守就出问题了 是不是 所以说就是这个大陵园墙 一下子我们就确证 就等于卡死到汉文帝 就一个人是谁 所以江村大墓最后确认为霸凌 它的这个证据链呢 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形成 所以大家会感觉到啊 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然后经过了科学的论证之后 终于这个曾经在新闻当中 被称为江村大墓的 西汉早期的大型的陵寝 最终被公布为 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汉文帝刘恒的霸凌 而且这条新闻当年也入选了 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裁 国际国内十大考古新闻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 所有的考古工作者 辛苦了 谢谢 谢谢马老师带来的精彩解读 谢谢 我们也再一次把焦老师 请回到舞台上 有请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今天带来的精彩的解读 那焦老师 从您研究的这个角度来看 霸凌的这次的考古 对于整个汉代的灵寝制度 汉代帝王陵墓的研究 会起到哪些积极的作用呢 汉文帝霸凌的确认 和汉文帝霸凌陵园的 宏观布局的掌握 是我们西汉地灵考古项目的收官之作 汉文帝霸凌的考古工作 到了这个阶段以后 标志着中国国家文物局 给我们陕西考古工作者 交代的一个任务 就是西汉地灵大一致考古工作 取得了圆满的阶段性成果 怎么理解这个收官之作 收官之作就是西汉地灵十一座 加上它的皇后独葬的灵 还有太上皇灵 加起来一共是十六座灵墓 在霸凌之前我们把其他的除了一座以外的 十四座灵墓全部做完了 就是墓主立定了 布局掌握了 还有一座灵就是昌灵 由于破坏的非常严重 已经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工作 而霸凌的完成呢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这个项目 完全地给国家文物局的一个比较圆满的答卷 我们可以把整个西汉地灵的灵墓制度 比较完整地展现在考古学界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基础的成果 第二个成果就是 比如说西汉的灵墓制度 它的源起我们可以追溯到商代 它灵墓里头的理智源于周代 它的灵墓制度的那些制作的卓一式陶勇 来自于楚文化 灵墓的这种双重灵源的这种布局 来自于秦制等等 也就是中华民族文化 由多元到一体的实证资料 也就是说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考古研究价值 谢谢 谢谢焦老师 就像刚才焦老师说的 霸凌的考古取得了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的成果 那么接下来对于整个霸凌的考古 还会进入到一些什么样的探索阶段 或者未来我们会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马老师 这个霸凌呢 就是说经过几代考古学人 数十年的这个努力 我们现在取得的最大的收获 我是觉得啥呢 就是首先我们找到了真正的霸 确定了汉文帝霸凌的具体位置 另外呢 以此为基础 搞清楚了霸凌的整个的形势局 这个呢 就是弥补了西汉地灵 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 而且呢 我们在寻找的过程中呢 就是17年开始 我接焦老师的这个关呢 这个我们后来又发掘了 几座这个外藏坑 外藏坑那也出土了一些文物 这些文物呢 简单讲确证了 史书里边记载的 汉文帝要求博葬的这么一个事实 实际上当时这个坑出来以后 很多文物出来之后呢 好多这个新闻界的朋友说 是不是这个证明这个 汉文帝不是这个博葬的 我说你说错了 恰恰证明了汉文帝是博葬 那个里边出土的东西 确实大部分是陶器 其他的金属器呢很少 而且呢都是鸣器 就是体型非常小 最重要的一个博葬的特点上呢 就霸林确实没有封土啊 这个呢确实证明了 就是司马迁的这个史记 包括这个班固的汉书呢是信使啊 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啊 至于接下来的工作呢 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 考古研究的需求呢 我们还可能会再做一些 这个适当的一些发掘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 我们的汉林考古队 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到来 谢谢 2000年了 白鹿园上风云变化 可是霸林内呢 却一直静静地按下了暂停键 停留在汉文帝刘恒下葬的那一刻 这恐怕就是他留给 后人的一个谜团吧 在大地之下幽暗的牧室里 还有什么秘密 等待着考古工作者为我们揭开 还有什么惊喜和感动 也希望大家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再次感谢各位的到来 感谢大家的收看 考古公开课 下期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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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